同样是画了眼线睫毛 这边眼睛是不是大很多 区别就是在于这一条眼见下肢 但下肢没画好也是最容易突兀显脏的 所以今天就把我眼睛上这个 自带少女感的眼见下肢画法分享给你们 首先 要达到眼眶下移的效果 这一条线是最重要的 但也是新手最容易找不准位置 或者手抖的 手残档可以试试用这种 搭桥的方式来画 先要用定装喷雾攀式这种扁扁的高峰刷 沾深棕色眼影 在手背上把鱼粉带掉 从眼尾起 在距离连接一毫米的位置 印一下往前带 再把刷子尖头这面换到眼球的正下方 注意尖尖的位置贴近睫毛根部 用这个尖头向后给它连接起来 稍稍过度晕染一下 手抖的姐妹也能画出这种 由浅到深的干净线条 而且和下眼方的前半部分 又有一个很自然的连接 然后你上眼影用的什么颜色 你就用同样的颜色去晕染这条线的下面的部分 注意是晕下不晕上 不要把上面的那个留白处搞脏了 刚才孤零零的那条线 变成了一个很自然的阴影 眼眶就更有层次感 那最后呢 就是来解决这个空白处 看起来有一点生硬的问题 还是用去年沃残教程 跟你们说的无灰眼画法 用这种肉粉色的纯线笔来模拟 你看真实眼尖的这种粉嫩感 从后向前轻轻的 然后慢慢带到眼头的位置 比用白色的提亮笔画要自然很多 特别是离远了 看会有那种眼眶微红的少女无辜感 刷睫毛的时候注意我们下睫毛 就正点刷 成和下方这一点点 后面下至这一块好 你就不要画到睫毛根部了 要不然一画就又脏了 哎 略过根部把尾巴这个地方给拉长一点点 就有一种睫毛是从你重新购置的下至线上长出来的 这样画的下至整个妆感非常非常淡 但是又很放大眼睛 是不是很简单 快点学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